你知道在1950年,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吗?那一年,代理总统李宗仁遭到了弹劾。但是,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历史事件?这场弹劾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斗争和个人恩怨?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一刻,揭开历史的面纱。为什么李宗仁会在这一年遭遇弹劾?